字幕提供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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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為什麼是看不太到 午安 午安 哈囉 哈囉哈囉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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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愛的公司 一会儿 好帶一顆 頭髮多就是這樣子 謝謝帶你去了 粉紅色比原版的差很多 頭髮 頭髮 一般都要臉 包包頭雖然它快炸掉了 但沒關係 謝謝小小的啾啾妞 我本來是 就是葡萄放下來 放下來 放下來就看不到 是愛心 謝謝浪漫玫瑰 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們說 愛心 這是很久以前買的 重大發表 沒有 因為我要 我不是什麼重大發表 不是什麼 重要的事情 真的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只是因為剛好今天有直播 所以今天 今天要來傳達 這個事情 現在在幹嘛 沒有 可能沒有那麼開心 欺騙你的感情 這說來話長 這就是 一個 怎麼說 我 心臟受不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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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不是什麼 特別的事情 我只是要說 我最近 收到很多 聖誕提 對 我只是 要藉由今天 怎麼說 我要 跟大家說 跟他說 請不要送我聖誕提 謝謝 送給其他成員也是 我拜託不要送我聖誕提 給成員 謝謝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情呢 就只是 因為 因為如果 大家應該都知道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你們送我 我 我衣服 沒有辦法穿 因為 就是 沒有辦法 在鏡頭前面穿 假如說 你送了我的聖誕提 給某個成員 然後 那我本來 其實我有送他 的時候 他就會沒有辦法穿 因為他 有了一件粉絲 送給他的 就算 我送給他 他如果穿了那件 那個粉絲 就會以為 他穿了 是他送的 那個禮物 就會搞得很麻煩 所以大家請不要 他送我的聖誕提 去給其他成員 對 對 我只是想要 講這件事情而已 哈哈 會有爭議 會有爭議 所以呢 我在這邊我先統一跟大家說 你們的所有聖誕提 我就先收回來 我就先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後先收回來 我先拿我的 就是我其實有剩很多件 所以 我可以給 就是想要的人 然後我就送給他 對 所以那個 今後大家只要看到成員有穿的話 那個都是我送給他的 對你們的 我就先修回來 然後看 工作人員 要不要 我先看工作人員 要不要 我應該是不會送給其他成員 不會拿你們送給我的 拿回去送成員 所以請大家不要送我聖誕提 拜託 我當初 我記得我當初說 我當初的說法是 大家可以多買幾件 假如之後 新加入的粉絲沒有買到 今年的聖誕提的話 大家可以就是 你賣給他 或是你就送給他 對 請不要 因為我沒有辦法送給粉絲 所以 當然就是 你們送給粉絲 請不要送回來給我們 送給工作人員是最後的 那個 真的不用 因為其實 我那時候說 集中辦有很多聖誕提 那你要嗎 他說 我有耶 我就說 工作人員也不缺 不缺 請大家 不要再做這件事情 對 嗯 你就是 送給粉絲吧 請送給粉絲 嗯 回收再犯 嗨嗨 嗨嗨 草莓醬 嗯 缺人不是說很缺嗎 不缺啊 缺 不缺啊 其實那個 嗯 我們有的量 就是你們買多少量 我們就可以拿到 那個底是多少 然後今年 今年 因為大家買了很多 所以 我有很多錢 我有很多錢 所以我不知道 可以給誰 反正我現在就是 已經 留了幾件 要給其他成員 嗯 但是 有幾個人我知道 有粉絲送給他們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那些先還我 我用我的送給你們 然後你們就 說那個是我送的 不是粉絲送給你們的 嗯 阿伯桑就說他二零二一了沒有 但阿伯桑會穿嗎 我只是 就是給 真的 想要 會穿的人 嗯 廠商多硬的 量夠就會多 對 就是不要 不要 不要拿我的聖誕梯去送成員 如果 如果就是因為 成員 拿到 嗯 全是送給他的 我的聖誕梯的話 我的設計 就白費了 就算他很喜歡 他還是不能穿 新的規定 沒有那個是一直都有的 一直都有的規定 對我只是要告訴你們 拜託不要送 嗯 就是 你送給我就算了 不要直接送給那個成員 因為你這樣 我沒辦法中途 攔截那個 聖誕梯 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知道現在誰有 嗯 我還是聽姐姐說 有人送你的聖誕梯 給什麼 其他成員 這樣子 我說 但 可是我本來 就是有要送給他的時候 那我該如何是好 我該如何是好 嗯 嗯 請找靈衣換一件聖誕梯 對對對 我該如何是好 就他已經有了 然後 我本來就要送他 那我現在是 到底要不要送他 哈哈 哈哈 他是全組攔截 對 真的不用 我會 好 請 看公司的姐姐要不要 再犯這樣 哈哈 哈哈 放回官網 繼續賣 嗯 嗯 直接發送成員的限動 嗯 多多一三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我希望的是 你們可以把我的聖誕梯 多的聖誕梯 那去送給其他粉絲 對 送給其他粉絲 對我來講 比較開心 不要送給我的親朋好友 他們根本沒有興趣好嗎 他們根本沒有興趣 收到不會開心好嗎 就是一件 喔 T恤喔 這樣子 你送給粉絲他就會想 哇 是靈異的聖誕梯 我當初沒有買到 我現在拿到了 我當然很開心 為什麼要送給我的親朋好友 請大家 如果真的有多的話 請送給粉絲 嗯 自己買不用送 我是說 假如說他是 二月的時候 突然成為粉絲 比如說他看了 三週年 他突然變成粉絲 這樣子 的那種 喔 我根本沒有 就是 到那個 一月的 十二月那個時候 預購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然後就買不到 對 所以請大家 請大家 就先留著好嗎 先留著 對 就賣給他們 你們就 紙筆不想給你們 就給T恤 就是 砍一下架 然後給T恤 這樣子 重要就是 請把我的 聖誕梯送給粉絲 新來的粉絲 衣安的相親如何 真的不需要 我會 算了 哈哈 如果你要這樣做 會阻止不了你 基本好友還能拿到01的凸錢 基本好友根本 不差 不差那一件 可以給印錢 什麼你自己拿去影影是不是 對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 澄清 假如你們之前送給了某個成員 我的聖誕提 他如果穿出來了 那一件是我送給他的 你的那一件我已經收起來 叫他們不要 傳 在宜蘭車站都收 收到 收到 對 我只是 我不是說給 送給我的那個粉絲 我是說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不要 就是其他成員也是 嗯 假如說他真的很想要的話 他就是打從一開始 他就是沒有想要 穿出門的意思的話 我就覺得你們可以送給 他 如果他真的這麼想要 但是他又 沒有想要 出現在鏡頭前的話 那你們送給他 反正他當初也看不出來 但我的前提呢 就是希望我設計的聖誕提 是成員會喜歡 就是成員會願意送 成員會願意穿 的那種聖誕提 所以我設計很久 然後如果不能穿的話 我會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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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別送了 對的 就是這個很簡單的事情 對 不然我很困擾 我的聖誕提 該去喝醋 嗯 嗯 絞盡腦汁的想 這個辦法讓他們可以穿 對 我絞盡腦汁的想的辦法 反正就是 我現在跟大家說 我已經有很多錢 已經說好我要給哪些成員 對 我已經要給哪些成員了 我已經說好囉 對 但是我就是剛好跟你們撞到了某個成員 我要送給他 但因為你們又送給他 所以導致我現在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所以我要跟你們澄清說 你們的 我就先收起來 就先放在公司 先拿我的去送 送其他人 謝謝小玲的愛的虎包 送給其他人 不需要 不需要 想要的就有跟我說 說 林依你今年的聖誕提 什麼很可愛 就是想要想要買一件這樣 說沒關係 我如果有多的話 我就給你 這樣子 真的很怕他穿出來會惹麻煩 我就很很麻煩 就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 有把握說送給他的那個粉絲 是不是 一個高調的粉絲 假如說他不是 那就是 我錯怪了他 但是假如說我今天遇到了一個 他就是一個高調的粉絲 他如果傳 他就會說出去說 今天哪個成員送的我 我送給他的聖誕提 那時候 我也救不了那個人 所以我不如現在先跟你們說 就是 粉絲送的那些 就是 先跟姊姊講說 姊姊我們先放在公司 先放在我們的公司 就是先 不要拿給那個人 誰就那麼高調 不好說啊 你們這裡面這麼多奇怪的人 我沒有辦法 有自信 救不了那個人 對 大家又不是第一次遇到 二階 你只是還沒遇到那個二階 但那個二階 說不定 某一天他就會出來 你們二階白白種 二階白白種 你們都沒辦法 防不了 防不了 防不了大家 假如你想要賭 比如說今天有粉絲送了你一件超喜歡的東西 你想要賭 賭他 不會說出去 然後你就喘了 那假如說他今天就是他想要 想要陷害你 他就跟你 他就可能提早先把那個禮物拍起來 說 喔他用了我的禮物這樣子 那你不是很麻煩 你幹嘛要做這種麻煩的事情 對 對 有避免麻煩 我們就是什麼東西都要避免 對 請不要相信 太容易相信 機會只要出現 對 公斗劇情 然後就會變成 為什麼你有用那個粉絲送的禮物 你沒有用我送的禮物這樣子 就會越來越麻煩 所以請你一開始就不要做這種事情 聖誕季都放在公司 送同事送同事 謝謝米卡的告白氣球 對 算了 算了 就是要揣摩 假如說今天說不定會有這樣的人 對 任何事情都有那個說不定 有那個說不定 所以 什麼事情都不要 不要就是 想說 應該不會啦 就是會有那個應該 應該就是會出現 對 所以我今天只是要澄清 因為我的聖誕梯還沒有給成員 嗯 還在公司 因為我不是跟大家說 我真的 這兩個人都沒有去公司 我從過年後 我根本沒有去過公司 然後 就收到什麼 有很多聖誕梯 我就說 欸 可是我的也還沒送出去 我現在是要送誰 謝謝 謝謝 謝謝吉米中的禮物 有啦 我知道那個 送給 送 送聖誕梯的人是誰 昨天只到公司了 昨天我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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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公司的 鑰匙 嗯 對吧 你的聖誕梯 我本來昨天要拿我的聖誕梯回去 但是因為 媽 因為我有沒有跟姊姊說 所以我就先放 哈哈哈哈 嗯 離公司最近 對昨天是 離公司最近的一次 開 什麼 開 開 我現在沒有開嗎 我現在有開耶 粉絲團 一直都開著 昨天就是還很順便躺去 對對對 哼 就有鑰匙了 嗯 好像 只有幾個人有 鑰匙 我記得好像是 很久以前 剛進公司的時候 然後就 因為大家都沒有卡 也沒有鑰匙 但是因為我以前住宜蘭 然後我就是很很習慣 提早到公司 我可能會提早一個小時 到那個公司 然後公司門就會沒有開 然後我就會進不去 然後我就每次都要坐在那個公司門口 然後坐很久 然後直到後來自己就給我一把鑰匙 他說 他說 因為 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是研究生 然後好像正式生有一把 然後研究生那一把在我這 哈哈 在我這 然後 就說你不要找到 那你就 這個鑰匙就給你 這樣子 嗯 進不去 對 所以我就獲得了一張卡 跟一個鑰匙 哈哈 嗯 在外面呆坐太可憐 因為我每次都會跟公司的結束 結我到了 但是公司沒有人 然後就會沒有人救我 你知道嗎 沒有人救我 對 而且因為 所以假如說有時候很晚練習 結束的時候 要鎖門的時候 就是鎖門 鎖門 鎖門 高中不是也等開門 我沒有等開門 進得去啊 六點的時候就進得去 這個也不用繳回 也不用繳回 他好像也沒有發 應該說 鑰匙其實用不太到 除非你 假日 假日去 假日去練習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 今天沒有人來上班 所以門是鎖著的狀態 對 的時候 的時候通常 就是開門的時候 其他時候 我忘記其他隻在誰那裡 對 反正就是要嘛就是最早到 要嘛就是最晚結束 的那把鑰匙 在我手上 所以假如說今天那把鑰匙 是在一個 很喜歡壓線的人身上 那你就會看到 好幾個人被塞在門口 然後進不去的狀態 謝謝科技魚的香檳 我記得比如說 勇往之前之類的 比如說 選拔有工作 但是因為 就是可能今天要幾點到 但是姊姊還沒到的時候 我到了 然後我通常就會遇到什麼 邱平函 然後什麼 張雨林 然後就會在 那個公司門口 然後進不去 反正他們只要看到我 他就會很開心 不然的話大家都進不去 你知道嗎 因為拿鑰匙的人 都沒有很找到 所以就變得 我 我要找到 就變得我要找 早點到 不然的話就是 大家就會卡在門口 有人必須找到 我覺得是因為 那個時候 住得遠的人 都會很找到 可以找到的拿 對啊 所以反正我以前就有 拿到那個鑰匙 所以有真的是這個鑰匙嗎 沒有 鑰匙好像沒有很多吧 因為怎麼說 沒有人像我一樣 就是這麼無聊 我是幾乎 練習完 我就是 就是 賴在公司 我是典型的 待在公司的時間 比其他成員 長很多的一個人 不像其他成員 可能 練習 然後就 前十 前十分鐘到 然後 練習完就 馬上走 的那種 反正我就是 不是馬上走的人 就會賴在公司 謝謝 謝謝小雞蹦蹦 我覺得 比起鑰匙的話 大家應該比較想要 卡 因為卡是 每次進公司 都需要用到 但鑰匙不一定 因為鑰匙你真的要 工作人員都不在 的時候 才會有需要鑰匙的問題 但通常大家不會遇到 工作人員不在 出來的時候 在公司的時候 都在做什麼 看 工作人員姐姐在幹嘛 會有一樣 你關門的 會啊 假如說我們今天自主練習 可能 假日 假日的晚上 假日的話 基本上是 不會有人在公司 我會有 殺到工作人員 看一下 有什麼 東西 看一下 差點鎖不上 我比較擅長開鎖 但我不太會鎖 那個門很難鎖 陷入公主 公司晃晃 天竺姐姐有沒有認真上班 天啊 公主也不會 也不會啦 會有要開學的問題嗎 沒有 玻璃門都是鎖地板 對 不用打卡 我們不用打卡 但是我們需要有卡 才進得去那個門 謝11的邱比特寶寶 他在哪 天常的零食好吃嗎 通常不太 因為那裡的零食通常都是甜的 所以就通常不會去拿 除非那邊有鹹的零食 比如說王子麵之類的 科學麵之類的 就會去拿 但其他的就還好 有時候會有什麼 忘記了 呵呵呵 那個卡其實蠻貴的 我直接弄丟一次 然後就 花錢 再買 臨時區悠悠 但那個臨時區 應該是工作人員的臨時區 其實成員會去那邊拿 但因為那個就是在經紀人姐姐的座位後面 所以其實你們站在那邊是蠻明顯的 就是大家通常都看得到 養育品 可是通常沒有人敢開那種很大包裝的東西 因為就放那個其實是姐姐要吃的 然後他只是放在那邊 所以大家通常是拿那種小包裝小包裝的東西 下面會有體重器嗎 可能會有 只是姐姐不會擺出來 他應該都是收起來的狀態 嗯 會被拿光嗎 嗯 可能會吧 嗯 不怕癢體重 不怕癢體重就可以了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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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拍拍完很多零食可以吃 嗯 對對對 公演完之後就會有很多食物水果之類的 我只知道水果好像Mina都會帶回去 就是工作人員都會留給Mina 筷子夾洋芋片變工作變吃 對啊 因為我蠻常看到就是 比如說他在一個很奇怪的時間點 泡了泡麵來吃 嗯 Mina 對 而且他就是拿什麼他都會帶回家 有東西他就會帶回家 什麼時間吃泡麵都不奇怪嗎 下午3點之類 突然已經吃泡麵 哈哈 可愛喔可愛 嗯 可以啦臉書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才會 越來越 深淺 嗯 吃泡麵合理 合理合理 馬上泡泡麵就奇怪 嗯 根本沒事吧 謝謝普拉斯的帶你去流浪 最後一集 什麼最後一集 嗯 嗯 嗯 才可能去送菸 我昨天就跟著他們去送菸 看了沒 當然還沒啊 當然還沒啊 我又不是追到第十集只差十一集 如果只差十一集的話 那我昨天早就半夜在那邊看 哈哈 我就是不只差那一集 所以我才放棄的 我的耳朵應該是我爸吧 我爸的耳朵 然後 這種天氣出門需要很大的意義 因為我本來就在城市家家 所以我們出門還是得回家 所以就是 可以 然後我就 我們就走去公司 走完公司 然後我就又走去 那個 復興 我從公司走去 那個 搜狗 復興 等他們播完 那兩點看了 我只有看那個最後 最後 麻麻配音的那個角色 那個50秒 沒有 我就突然去滑那個推特啊 推特上面有很多 很遠嗎 我走了20分鐘還多少 頭膜 像 我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看到 推特就是好像 什麼油鍋 油鍋片 剛要說要做 油鍋片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的推特的那個什麼 趨勢 hashtag 就有寫說什麼 嗯 就有公也遵守的hashtag 然後我就想說那個tag是什麼 然後就點進去就看到 鬼滅之刃什麼 上選的2一定要是 公也真是配音這樣子 的一個 就是大家就是預測 然後就是 許願希望是 是他配音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什麼 就是還沒有決定 然後就那麼多人 在那個hashtag 然後就上去 然後我就想說 嗯 嗯 然後結果 結果我昨天就滑推特的時候 我就發現 因為昨天最後一集嘛 然後 就好像 那個排名嘛 趨勢的那個排名 就有很多 就可能10個 裡面有8個都是鬼滅的hashtag 然後就 就剛好看到 公也真所又上排行 然後就想說什麼意思 然後就點進去 然後就發現很多人在說 喔 就說 沒有想到真的是 就說一定是 或是 比如說 終於出來了 果真真的是 這樣子之類的 那個 推文這樣子 然後就有很多 然後 就有出現那個影片的片段 50秒的那種 最後的最後 這個最後 然後 然後有看到那個 有人上傳那個 那個叫什麼 Niko 就是有彈幕的那種 那種 的那個影片 就是它是同步進行的 然後就 它就有 發一個 大家當下知道 上玄二的 聲音就是 公也真所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リアル 就是那個 Live 滿屏 三文就寫到 從來 來了 這是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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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滿屏 對 反正我就是只看了那個 後面的那一段 對 大家就說了什麼 它的 其實我不知道耶 就是大家一直說什麼 它的聲音一定要是公也真所的時候 所以我其實沒有太 就是覺得 喔一定要是它 這樣子 我就想說 欸為什麼一定要是它 他們就是 感覺是 認真 沒有第二個選擇 就只有唯一的選擇 大家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一定要是公也真所配 然後想說到底為什麼 看漫畫就知道為什麼 我有看漫畫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是公也真所配 難不成它就是很喜歡配這種 奇怪的角色 也不是沒有啦 我知道它就是配這種 有點怪怪的角色 它配的角色個性很像 我知道我知道 有點性感的聲音嗎 應該不是說性感 有點性格扭曲的那種角色 就是有點奇怪的一個角色 我喜歡上三 上三是哪一個 你講這個 我沒有計數字 所以我不知道是誰 我現在 我看完漫畫 我還是 就是我已經忘記 就是上選二是這個人 我一直在想說這個人 到底是第幾名 我看完就忘記了 上三是打拳的 那個 上三是無限列車 上三是愛羅 上三就是無限 阿 哈哈哈 啊 柔道它是上三啊 她是原作的鬼 你不知道 走走 對對對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是鬼滅裡面 我是站在鬼那一派的 一個人 我是站在鬼派的那個人 就是我不是主角群 我沒有推主角群 我推上選 無慘 最喜歡無慘的你 但我其實 開始思考我要不要從無慘轉推 上選二 最喜歡最強最有的你 唯一喜歡的好人 就是那個 那個是誰啊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那個是誰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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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聖劇魅力戰勝的角色 圓一 我也喜歡的 他應該是算好人的那個角色 圓一 季狗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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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之呼吸 他是死人 我知道他是死人他根本不在 但是就是很帥啊 最強的那位 最強的那位 對 太老了 我知道他跟無慘是死對頭 呵呵 我的推相克 對 我知道我的推相克 我知道 我的推 最後都會死掉 但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好嗎 我真的跟柱 我真的跟柱 就是我跟對柱沒有興趣 呵呵 我的雙對 互相討厭 呵呵 像內像帥 恭喜我解鎖了新人 聯播特效 他哥哥是上衣 我知道 但我不喜歡他哥哥 他哥哥長得沒有很帥 哈哈哈哈 他哥哥長得很噁心 太多眼睛了 不喜歡 相愛相愛的 嗯 也沒有吧 他哥生前很帥 他哥生前就長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 他哥是變成鬼才那麼多眼睛 我知道他們以前長得差不多 我覺得我喜歡一黑小巴那 嗯 還好 呵呵呵 還好 可能因為他 很太 太矮 其實我一開始看漫畫的時候 我沒有很喜歡上玄二耶 可能是因為沒有聲音吧 呵呵呵 呵呵 可能是因為沒有聲音吧 嗯 咳 我想說這個話怎麼這麼多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你會喜歡練柱嗎 嗯 我不知道 真的是對柱還好嗎 聲音差很多 你只是因為聲音轉退嗎 沒有好不好 也是啦 哈哈 他只吃女生這件事情 嗯 畫中有畫 現在只是因為聲音嗎 沒有啊 因為有動畫就會有色彩 嗯 他就是 他的特效很華麗 真的喜歡畫多 我不喜歡啊 所以我覺得很煩啊 呵呵 我想說這本怎麼那麼畫多 而且我只是看漫畫 好像真的畫很多 身高最搖一搖一顆 我不喜歡 不喜歡 無感 無感住 其他人的特效也華麗 不太一樣的感覺 嗯 看臉啦 看臉 呵呵 就是看臉 有顏色才比較有印象 怎麼可以因為聲音轉退 呵呵 你不要放過三行這樣 音速也很高很脆 嗯 嗯 不知道欸 可能不喜歡忍者吧 呵呵呵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漫畫的時候 他是說 上玄二 什麼 曾經 跟那個 誰啊 一一一一支柱 是嗎 嗯 的媽媽 什麼 收留了他媽媽還是什麼的 呵呵 嗯 那個時候的話 我就覺得 他媽幹嘛要跑 呵呵呵 呵呵呵 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的我是站在 上玄二 那邊的 呵呵呵 嗯 想說他不要跑就不會死 但他幹嘛要跑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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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他殺 反正他殺的是別人 又不是殺 你幹嘛要跑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至少都要死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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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到這彎死 呵呵呵 隨時會被吃掉 不不一定啊 說不定 嗯 說不定他就是 留著他而已啊 他只是吃便 可能他又不缺 他只 到處都可以吃 嗯 嗯 跑得搞不好也記得 怎麼可能跑得贏 音樂女生怎麼可能跑得贏 呵呵呵 嗯 有在他喜歡到 會相信他嗎 沒有 我那時候看漫畫的時候 我真的是想說 沒差 但劇情需要 對啊 劇情需要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 想說 幹嘛大驚小怪 幹嘛要跑 我那時候看漫畫 想說 幹嘛人家又沒有要吃 你幹嘛要跑 他不就是一個 那種 奇怪的 儀式 曾經在劇情 破壞氣氛 痾 嗯 小心被渣男騙 應該是不會被渣男騙 但是怎麼說 是不至於啦 但是我覺得蠻酷的 但是我就是覺得蠻酷的 哈哈哈 呵呵呵 它不能是這樣死掉啊 好啦 要死一起死啊 沒有跟一陣座有什麼連結 到此一遊 什麼香檳 謝謝炎帝的香檳 到此一遊 被騙的只是被吃了而已 沒損失 它可以有三十幾公斤的毒藥 被蝴蝶的那個呢 反正就一直死啊 它們就一起去 夢想 其實我覺得它們兩個還蠻配的啊 我覺得它們蠻配的啊 反正我就是一個 喜歡的角色 跟大家很不一樣 就是說打從一開始我就沒有站在好人那一排 反正漫畫是漫畫嘛 這又不是現實 我就會覺得 沒有差 哈哈哈哈 現在直接變第三者 這些鬼都是有理由 馬上就洗白在靈異心中 沒有我當初看漫畫的時候真的是 就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沒有很喜歡 尚熊兒可能就是 他真的畫很多 嗯 帥哥派 對啊我當初 因為你知道鬼都其實都長得蠻 還好 所以 那時候看漫畫想說 喔難得有一個 鬼長的是帥哥 謝謝浪克的告白氣喬 來開圖見 別的漫畫也在反派嗎 嗯 不知道耶 那你要看反派強不強 因為其他 其他動漫的反派通常都是 很弱的 嗯 對 從一開始我就是無產派 雖然我知道那個結局 主角一定會殺死他 因為 就是嘛 正常來講這個結局一定是正確的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 姑且還是 站在無產派 說大話等一下就倒地了 但 他也沒有一下就倒地了 還是你是說其他 你應反派 嗯沒有 沒有看 沒有看 嗯 擔心有別人 我還比較擔心你 會不會遇到 嗯 我說的其他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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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沒有吧 如果畫小一點你看漫畫就會喜歡 也許吧 就覺得很累 很多次 很多次很累 嗯 快點做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 殺死了三眼 主角沒有贏 嗯 嗯 難怪我不推主角 因為主角太廢了 符合人設 如果五條是反派的話 我就是 吹 五條跟 裡面的那個怪啊 忘記他名字叫什麼 主角太廢不行 不行 不行 而且主角很吵 我也不喜歡主角 不喜歡炭治郎 因為炭治郎很吵 雖然善意也很吵 但我覺得都蠻吵 這兩個人都蠻吵 那吵的地方不太一樣 嗯 沒有大叫 無理取鬧 啊人家就要逃啊 你剛好一直叫人家不逃 啊人家不逃 不就是會死 謝謝MASHA的熊抱豬豬 熊抱豬豬 對啊 人家上學三要跑的時候 還一直說什麼 不要吵啊不要吵 你這個 baby小人 我想說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主角真的是 說不了 你看我 打從一開始 我的心就沒有站在 炭治郎那邊 不要吵不要吵 早上了人家要回家 他這樣很悲悲小人 啊不然呢 不能 不能跑 是不是 大哥抱我不平安 喜歡睡的聲音 我真的很喜歡吐槽 我真的是 但我通常假設我旁邊有人跟我一起看的時候 我就不會講這種話出來 因為通常 正常人的反應應該就是感動 然後 就是我如果在旁邊一直破壞那個氣氛的話 我也知道人不太好 所以我還是會看空氣的好嗎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內心一直覺得很煩 就是他這樣真的很吵 通常旁邊有人在看的時候我都不會講什麼話 表情表現出了一切 不知道因為主角真的太弱了 我就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上神山跟炎柱在打的時候 我姑且是我是 兩邊哪邊贏哪邊輸 我就覺得 嗯嗯嗯 還蠻不錯看的 但是主角在旁邊很廢 我就會覺得很好笑 我就會覺得你好笑 為什麼他一直在旁邊 瞬瞬間又幫不上忙 我就想說 這個人到底是來幹什麼 來幹什麼 哼 最少只能怕他砍 然後一直喊這樣 這樣 講話 哼哼 最少先水小頭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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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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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想要 January 立場所以對方 就 媽媽媽媽媽媽媽 JUPUFAN 是這樣 會不會氣死 我氣死所以不看第二集 因為定一季我就快氣死了 主角真的是太廢了 一直重來 可是到底要重來幾次啊 我就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了 到底是要死幾次 主角到底是要死幾次 看幾集就摔幾次 看幾集就摔幾次 又死了 又死了 可以直接就是快轉嗎 快轉 應該熬過最難熬的應該還好 還是後面他的voice 但我就不是很喜歡就是 打一打到快輸快輸的樣子 然後才贏 我就不喜歡看到那個 快要輸了快要輸了 快要輸了快要輸了 然後突然 然後 我就贏了這樣子的那個劇情 我不是很喜歡 想說你要嘛 就一開始就 殺死他好嗎 有無限復活 我就是喜歡打從一開始他們的實力差距就是 可能主角就已經在巔峰了 可能主角就已經在巔峰了 所以就已經在巔峰了 然後怎麼怎麼打都不會輸這樣子 很多都不能看 所以我說我沒有很喜歡戰鬥翻 就是因為主角通常很弱 一拳超人 一拳超人 一拳超人就插在一拳超人長得不好看 暗殺教室 可是我不喜歡沙老師 我喜歡那個紅頭髮的那個 我不喜歡藍頭髮那個主角 不喜歡 雖然他好像很強 但是不喜歡 他那個髮型就 我就沒有很開心 看到就沒有很開心 一拳超人應該是很帥 一拳明明很可愛 還好 這拳超討厭 通常我喜歡的劇情主角都不會大帥 太帥 可是我很喜歡那個啊 魔力 我真的很喜歡魔力 因為主角很強 其他就是還好 可是會有點自打 真的嗎 其中一方被虐才會黏牙 對 那一口魔力 魔力 魔力是最好的一個 他的故事是最好的一個 因為他哥就是世界最強 他的哥 他哥就是世界最強 從頭到尾他只要任何戰鬥 你都不會有一絲覺得 該不會要輸了吧 那種感覺就是 他打中應該是你就打 反正他絕對會贏的 那種心情去看 他哥的故事很可憐 那個就沒有關係 我的重點不在於他的故事 可不可以 我只看現在 只看他現在怎麼樣 以前的話就 還好 今年的追憶片嗎 應該有看的 是不是就是 還好 那種 對那種回憶過去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興趣 過去不在乎 過去不在乎 所以那時候可能第一集不是嗎 大家都說他哥是一個 就是菜鳥 就是很弱 然後就有其他那種很囂張說 你這 這麼弱 還想要跟我們講話的時候 拜託下一秒就殺了他好不好 可惜就是他 這人太好了 明明就沒有殺了他 不然如果是我的話 拜託殺了他 叫他閉嘴 叫他閉嘴 請讓他 現在說不了話 他說他是半角色 但他不用那個抹法 他就很強了 最不喜歡自以為是的角色 想當我裡的哥哥還是沒 我都不想 我就想看就好 這次我也不太適合推你去看 所以我不太看這種 反正就是因為我找不到我喜歡 所以我通常都看那種 青春小園喜劇 這樣 嗯 只是想吃瓜 工程師吧 不知道耶 他真的很帥 畢竟當然還有用 都不知道需要魔法師幹什麼 青春小園沒有戀愛喜劇 有沒有戀愛是不影響我 就是 好笑就好 畫風喜歡 就看得下去 銀魂還是不錯 我有看那個耶 但是我是很久以前在電視上看的 激調祝福 看的是真人版 最近有推薦什麼動畫嗎 最近有推薦什麼動畫嗎 什麼動畫 我最近看了 那個 最近看了那個 叫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的片名是什麼 忘了 那個名字沒有印象 我對那個名字沒有印象 劇情 這是那個 有公約證所的那個 動漫 嗯 來一點形容 那個 很像幼幼台的那個 動漫 很像幼幼台的那個動漫 什麼殷勤不定的 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這樣 是嗎 這什麼什麼 這東西 看完我就忘記角色的名字 叫什麼 大個個 對 對 應該是那個 體操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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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那個 看了那個 我某天很閑 好像禮拜五的時候吧 很閑 然後就 啊禮拜六的時候吧 我就把它看完 吳草哥哥 我喜歡裡面的公約證所的角色 哼哼哼 不記名稱的那種 我是會忘記 我是會忘記 怎麼會好像喘起 的話就還好 因為我就是對那些 女生的角色好像還好 但是其實我有大多數我都是快轉 只要他開始唱歌我就快轉 哈哈哈哈 他只要開始唱歌我就快轉 不推你 因為各位真的有想看 沒有我只是 因為他的聲優 裡面的聲優都很 大牌 是這樣子嗎 裡面的聲優都蠻有名的 所以我才 點進去看 裡面的聲優大概十個 裡面有七個 我都認識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 看起來蠻有樂趣的 就是 喔這個人的聲音 哼 在哪裡聽過 這樣子 嗯 這部的製作費是拿來請聲優嗎 我不知道耶 但是聲優真的是超豪華的 文豪呢 文豪完全沒有興趣耶 我就覺得 看他的 那個封面 就感覺不是我喜歡的菜 他的劇情 根本 沒有什麼劇情可演 我覺得他那個動漫沒有什麼劇情可演 他就是 每一集都是一個新的 就是他不 他感覺不需要連著看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我很喜歡 公演真首的那個角色 只是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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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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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之類的 他的名字超莫名的 他是用日文 很 就很像雙關的一個名字 所以那個名字我真的 記不起來 他用中文念的話超難記的 所以我 完全沒有影響 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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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蛇的 什麼名字 這樣 很難記 什麼水素奈奈的那個角色叫什麼 只是 只是唱歌的 他的名字 唸出來的意思是只是唱歌的 但他的名字把它改成了某個漢字 所以那個漢字就會有點 多耶 多耶 什麼奶 這樣子 名字怎麼記 濕奶 對對對好像濕奶 多 什麼甜 多甜 就是超奶 我根本不知道日文的那個 什麼什麼漢字 Tadano Tadano 然後公文真說的那個角色是什麼 什麼 什麼 Iketeru 就是個帥哥什麼的那個翻譯 那個翻譯是什麼就是個帥哥 他的名字叫做就是個帥哥 只是他有一個名字 就是那個 Taga 好像什麼Taga Iketeru Taga Iketeru 只是 很帥這樣子 好像是嗎 就是他那個名字 世界難記所以 記不起來 喜歡那個角色的原因就是 那個角色就是一個 充滿一個問號的一個角色 但是你看那個 蛇鶴遲照 你看那個蛇鶴遲照 你看那個蛇鶴遲照 你會知道那個意思嗎 我只能記得住他的發音 但我記不住他的漢字 是什麼漢字 蛇 蛇 蛇 對日本人來說好急 不一定耶 我感覺那種 莫名其妙的 姓氏沒有人會知道怎麼唸 應該說蛇也不知道他什麼發音 就因為日本人的名字 很多都是 他想要唸什麼發音 他把他漢字寫成那樣 你根本不知道他那個漢字 的平假名要怎麼唸 因為他就是亂湊啊 他就是亂湊 他管你那個字怎麼唸 他就是想要這個字 但是他不唸那個音 的時候就會 所以才會說 現在日本人的那種小學生 就是家長不敢唸那個小朋友的名字 因為他不能確定那個字要怎麼唸 因為就很喜歡取那種很難唸的名字 有時候就會 就會 就會不知道怎麼唸那個名字 就講說有些比較簡單的名字 比如說 綿田農馬尤 的話你就可以 大家看了就可以大致上可以知道這個字要怎麼唸 當然 比如說 有一些 春山採希 春山採希 就真的很 村山採希 就真的很 村山採希 他唸念 Yuiisi 就是 那種感覺 就是 怎麼唸 怎麼唸 的那種感覺 所以還是有 應該還是有記不住的日本人 我是這麼覺得 蛇什麼遲照 蛇鶴遲照 我最近還看了 剛剛有人說什麼 國王 國王拍名 我一開始點進去的時候 我媽都在我旁邊 然後就說這個好像蠻有名的 然後我們就點進去 然後就看第一集 然後我媽就一直很受不了這一部 動漫到底在驗什麼 就說你幹嘛還要這麼 她看了很生氣 她在驗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這好像蠻有名的 然後她說怎麼可能這個是給誰看的 她上面寫的是說給大人看的 就是會讓人家感動的一部動漫片 然後我媽就說 到底為什麼 是我 什麼什麼 反正她就是一直覺得 這到底在演什麼 太莫名其妙了 我就這樣 你這樣會喜歡畫風 我不喜歡啊 其實 我對於那個主角的臉 我沒有很喜歡主角 我沒有很喜歡主角 但是 那媽媽就看 就是 就看一下 看一下 到底在演什麼 但是我們 嗯 大多數都是 快轉 直接快轉到那個 她差不多要變強的那個地方 她剛開始是什麼 沒有力氣 她剛開始 因為她不會講話 所以我就會覺得有點 她不會講話 就有點 就有點 我想說不行不行 我們要 帶著 心平契合的心 去看這部動漫 哈哈 我要帶著 心平契合的心 去看這部動漫 對 我們不要對一個小朋友 這麼的 嚴格 哈哈 不要對這個小朋友 這麼嚴格 她是一個 小朋友 對 很弱 是正常的 對 不要對她那麼嚴格 她很弱 對 沒有關係 哈哈 沒有關係 什麼時候 因為 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因為我媽 我媽一直說 你看那個什麼 鬼魅 就是那個怎麼樣 那個動作怎麼樣 你不要拿鬼魅 來跟她比人家 就是打從一開始 就是沒有要走那種 華麗的畫風 你一直要拿那個來講 我說你很煩 我說你很煩 她一直在我 她一直在我旁邊說 你看那個鬼魅 那個畫 那個畫風 那個戰鬥什麼 我說人家那個是畫戰鬥的 這個又不是畫戰鬥 你不要一直在我旁邊講 很煩 我媽害我很煩躁 到我到後面 我已經 我已經 就是 我已經習慣了這個 劇 這個劇情跟這個畫風 我已經習慣了他的 那個內容是 這種緩慢 然後有點輕鬆 緩慢 然後有點 可能就是走那種 感人的那種類型 或者這樣 然後 因為你知道嗎 動漫不是通常就是 演到一半會突然跳到以前的回顧 就是 這樣演到一半會突然跳到以前說 曾經她爸是一個怎麼樣怎麼樣的人 然後她就說 什麼意思 她現在 什麼意思 她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 你看鬼滅還不是那個炭治郎 就很喜歡打 打架打到一半突然開始回去 回顧她以前她媽媽跟她的家人在一起 然後就想說她真的 這個人是雙標仔 我媽是一個雙標仔 哈哈哈哈 她說一直受不了 她幹嘛一直在講以前 一直在脫戲 我說 我跟你講鬼滅才叫脫戲 我這麼鬼滅快看不下就是 因為炭治郎一直在講話 我就是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就是因為 炭治郎一直在打到一半 突然 開始回想 開始回想 嗯 到底是要打多久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人家到底是要打多久 然後她就是覺得說 那個故事 一直在回顧 我說 可是她又沒有一直在講 差不多的東西 她就只是在講 過去啊 然後想說我跟我媽現在就是一個 對峙的狀態 我就說 我們就是要看完她 然後我媽就是 什麼片不想看好無聊喔 然後就 看你看 你放下 你要有耐心 這樣子 我還一直在旁邊說 你要有耐心 回想 多少次 我真的覺得炭治郎很煩 就是因為 她可能突然打昏了 她就突然開始回想過去 或是她可能 出了什麼招 然後 她這樣 這樣 十秒 然後可能做話是塞得很慢 十秒 然後就突然回到過去 大概兩分鐘 然後 兩分鐘完 她就 回到她剛剛那個時間點 然後再繼續打個幾秒 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又回到哪個時間點 這樣 然後說什麼 這個招式是 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 我就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因為減少燃燒的經費 對對對 然後因為不是 大概第六七集 她就開始打那個 打那個怪 打那個鬼 然後因為 那個鬼不是 我知道後面還有一個哥哥 但那個哥哥一直還沒出來 我想說 哥哥到底什麼時候還沒出來 要打一隻鬼 打那麼久 然後我就想說 已經看到第七八集 已經快要結束了 我想說 怎麼一隻都還沒打出來 另外一隻又還沒出來 那另外一個什麼 鷹柱又一直在某個地方 然後 就流炭治郎一直在這邊 跟那個鬼一直這樣打一打去 我想說到底是要打多久 到底是要打多久 嗯 媽媽喜歡浮誇 對啊 所以 所以我就說 你幹嘛一直說人家妥協 我都覺得鬼面才在一直妥協 哈哈哈哈 嗯 他去救人 我想說他就 早就救完啦 他就是早就救完了 然後他們就在 坐在地上 然後 就感覺就開始在聊天 我想說 是要不要去救一下炭治郎 他在那邊已經打了很久 哈哈哈哈 很明顯是搓台前 對炭治郎機緣隱身 然後不然就是突然開始跟鬼在講話 我想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對 我媽就拿鬼面來講的時候 我就一直 我就很煩躁 我想說 為什麼你要一直拿鬼面來講 我媽是鬼面腦粉 我現在嚴重稱她是鬼面腦粉 我媽就是 不管 她只要畫風華麗 她就 完全不在意那個炭治郎一直在回憶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接受她 不接受炭治郎一直在回憶這件事情 炭治郎明明就一直在回憶 只差沒有做下來講 真的 然後開始講故事 休息一下 現在跑不動 跑不動 休息一下 然後講完之後 再出一個大招 然後 休息了 等我一下 我現在 再講一個故事 等我休息完 我再打你一招 休息完 然後 故事講完了 差不多 可以再出個一招 打完之後 你怎麼 還沒有死 怎麼還沒有死 你怎麼樣 曾經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 就卡在這邊想 到底是要不要打 是不是要不要打 歸對話 接下來的車場 她的脖子好硬 真的是 看到那個什麼 細縫的線 然後 反正你又 砍不到啦 砍不到 看的時候 是 什麼細縫的線 這次一定可以 然後想說 搬不到啦 怎麼可能 趕得下來 趕不到了 想太多了 你還有這麼多集 怎麼可能 現在就讓你 砍下來 不要拒脫自己 哈哈 反正人家 一個接回去 就回去了 反正你上次 上次在集 是跟那個蜘蛛 打那麼久 人家還不是 要接回來就接回來 連女兒 打不來 好像打得贏 但是就打不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中間人家打得贏 這樣 哈哈哈哈 唱衰 唱衰 瘋狂唱衰 主角 嗯 對 就是那個真的傻眼 他說 喔 砍掉了 欸 既然我沒有 然後從此以後 我就再也不相信 炭治郎 啊到底什麼時候會砍掉 反正你不會砍掉 現在還 才定期集中 可能砍得掉 這麼開心 都有事了 出發 所以我就說我適合 怎麼說 我不喜歡跟我媽一起看 就是因為我媽很吵 我媽看 任何東西都很吵 她會開始突然 在我旁邊吐槽 但你知道嗎 就是 我自己想吐槽就算了 我就是吐槽給我自己聽 我也不會說出來 但我媽就是一個 一定要說出來的那個人 她就是 一定要把那些 她現在覺得很 煩的那個 點 她一定要說出來給我聽 她說 不要一直吵我 你好煩 她說 我快看不下去 我說 好 妳看不下去 妳就去睡覺 妳不要在這邊跟我講說 妳看不下去 她一直在我旁邊說 這到底要不要演完 我現在在階級 快點要不要 你要不要快轉 要不要快轉 然後我想 妳不要在我旁邊叫快轉 妳去睡覺好不好 妳不看 妳就去旁邊看妳的劇 不要在這邊 我就現在要 我現在就是 已經決定了 我就是 好好的把它看完 她就一直這樣 要不要快轉 我不要睡著了 我又不是播給你看的 超煩的 煩照 我又不是播給她看的 她一直說 好無聊 好無聊 如果旁邊有這個人 妳們一定會想打她 我跟你講 一定會想打她 嗯 假如說 妳今天推薦了某個動漫 給某個人看 那妳就會擔心 她會不會覺得 這個片不好看啊 就算妳覺得很好看 但她覺得不好看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 妳覺得 這什麼爛片 不想看 快點 切掉切掉 什麼的 妳也會很煩躁 很煩躁 所以 所以我通常都不太會鎖出來 因為 假如說 今天有人跟我推薦 我就可能默默在旁邊 這樣 嗯 就是會 雖然我看 看起來沒什麼興趣 但我通常不太會講 那種 什麼東西 這麼爛 那不想看 我想說 心情很差 你知道嗎 我媽一直在我旁邊 這樣 一臉嫌棄 妳不要一直害我 我等一下心情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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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打牛 咳 呵呵 看起來 有人吵 真的很煩 對 我媽 我媽真的是 我正在旁邊 我都 快受不了 快受不了我媽了 而且那時候 就可能我們現在看到第七八 但她好像有十七集左右 然後 然後 因為我看的那個只有到十五集 然後 我就看 我一看到大概 第十集的時候 我媽說快轉快轉 快轉 然後我就這樣 快轉快轉 好快轉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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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轉 快轉到第十五集之後 發現 十五集不是最後一集 然後我媽說 什麼 不是最後一集 怎麼可以 不是 好 好 好 我去找 看有沒有 下面的幾集 然後我們好不容易看到第十七集 發現她又沒有結局的時候 我媽就 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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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你一直叫快轉 然後現在人家沒有結局 你就在那邊不爽 我想說你到底在不爽什麼 其實現在是怎樣 真的很煩 我是下次說 請你不要在我旁邊跟著我看 懂嗎 拜託 那真的很煩 我已經快受不了 我每次不管看什麼 她都是 大概是那種感覺 很瞎耶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 什麼 什麼 這動漫真的很瞎耶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然後說 有哪個動漫是不瞎的 不符合現實啊 你看的鬼滅有符合現實嗎 她就一天到晚想說 真的很瞎 她所有事情都不符合那個邏輯耶 我說 你到底是要想要什麼樣的邏輯 你想要什麼樣的邏輯 你所謂的邏輯是哪個部分 動漫就是 很瞎 她一直在跟我講 因為那個什麼國王拍名 它裡面有一個影子 一個角色是一個影子 它叫一個影子 但是呢 那個影子呢 它有很多個bug 就是它的 就是影子通常不是應該 就是無處可 都很多地方可以去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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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地方 反正有影子它就可以躲起來 然後 然後可以躲起來嗎 然後影子正常來講 抓不住嘛 但是它的那個 那個 它的那個動漫的設定是 那個影子是抓得住的 然後你可以打它 你也可以踩住它 你抓住它 它就走不了 然後我媽就在旁邊說 很瞎耶 它不是影子嗎 怎麼可以這麼弱 影子不是應該可以穿越那個牆壁嗎 我知道它這個設定很瞎 但你可以不要一直講這個設定嗎 比如說現在第一集 它就覺得 怪怪的之後 它想到第八集的時候 它就講 這影子怎麼那麼爛 我就說 你不要為難它 它從一開始 它就是這個設定 我在它旁邊還要一直解釋說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它從一開始它就是這個 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在旁邊快要翻臉 快受不了 受不了它耶 嗯 所有東西都不符合邏輯啊 到底想要什麼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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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旁邊說 到底想要什麼邏輯 它還一直說什麼 它還一直說什麼 說 它一開始 從那個 它不是可以從什麼 很高的地方 然後跳下來 然後這樣跳下跳跳 然後走 我說 說不定那個是很後面的事情 你幹嘛要一直是在哪裡 re mise 你怎麼不說那個 他怎麼有辦法復活 啊人家就這樣畫你 你還能管他 哼 不能用邏輯去看 真的不能用邏輯 而且他就是為什麼要對於一個 他的 這麼 這個動畫 這麼嚴格 他說 到底是誰 誰在畫 我說你就不要拿 你看鬼滅的那個心情來看 這個東西你就會很生氣 難道你的刀會冒水嗎 對 我就說 你看鬼滅還不是在那邊 半夜在那邊打鬼 誰在半夜在那邊跟你打鬼 最推重的就是鬼滅 他現在什麼東西 他都會拿鬼滅來說 你看鬼滅的畫風多好 我就想說這個人到底是多討厭 他就是 現在就是先看畫風 只要畫個風輸了鬼滅 他就覺得不好看 好好好你以後你都不要看 其他動漫你就給我看鬼滅 就好 戰鬥片才能信 不 不一定喔 如果戰鬥片的那個經費 沒有燒的鬼滅那麼兇的話 他就想 喔 這個戰鬥的那個流暢度 沒有鬼滅那麼厲害 想把嘴巴封住 想揍他 你知道嗎 又不是什麼東西 都會跟你鬼滅一樣 嗯 絕對會閒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什麼國王排名裡面也有就是 他跟誰打架不是嗎 然後那個打架的人 他說 嗯 真的打架做得這麼粗糙 我說 阿人家打從一開始就是 就是這個畫風你 插架 我說他現在戰鬥的時候突然變成鬼滅的畫風 你會開心嗎 就是會嚇死吧 會嚇死吧 我說 我說你就 把他當作是那種 呃 宮崎駿的那種 比較 平面的那種畫風 你不要把他當作那種很3D的 他就是 一直說什麼 宮崎駿畫得比較好啊 我說 我覺得你這個就是偏見 你這個人就是偏見 真的是真的是很煩躁 嗯 這人就是充滿了 偏見 你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說這個是 好看的 所以你打從一開始就是 決定你要 跟他對峙到底 看起來真的很細 可是他看起來真的很細 齊伯麗那個風景弄得這麼好看 我說什麼意思 你之前帶我去看什麼 我記得我以前也看了一個很無聊的東西 去那個電影 然後 你自己也是看到快睡著 然後現在看這個就說什麼 這麼無聊什麼 風景 我就想說 聽你在 聽你在講 聽你在講 你曾經跟我在電影院 然後兩個人一直在這邊 然後兩個人一直在這邊 好無聊喔 等到那種心情是一樣的 他就忘記以前 風景 就是風景 對 就是風景 兩個人在裡面這樣 我認為 我認為那一部電影 比這個還要無聊 你知道嗎 對 他打算 就是要弦到底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看的那個電影 明顯的比這個動漫還要無聊 一百倍 因為他就是不知道在講 完全不知道他在講 很緩慢的在做那個劇情 所以我媽就打從一開始就說 哼 心愛神的風景很少吧 對阿 我覺得 心愛神還比那個宮崎鵑在畫的人 在畫得華麗一點 但他就是很喜歡 就是他 反正他覺得他不好看 他就會硬要說 沒有 他比較差這樣子 他就會硬要 但是他嘴 嘴 嘴巴很硬 然後說 沒有他就是很 瞎 的品 什麼意思 對面養大 雖然我一開始也不太習慣這個畫風 因為很久沒看這種畫風的動漫 但後面習慣了就還好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一直在安撫我媽 所以就導致我現在已經心胸寬大 對於這整部動漫就是心胸寬大 我想說 嗯他現在很熱沒關係 我們要為他加油 我想說我可能已經心靈 有點往 他那個動漫那個方向去了 心胸寬大 真的真的很好笑 就是喜歡上 呃也是沒有喜歡上 因為我真的是不知道他結局到底是怎樣 現在阿哲的愛的抱抱 想說阿哲咧他爸咧去哪裡了這樣子 就是 我後面沒有結局 讓我很 有點 問號這樣子 我覺得還好他至少是還蠻有劇情的 但他一直覺得很 很無聊很無聊 很煩 我就是想要看一下那個劇情 因為他那個劇情就是 會突然換一個就是想不太到 然後就要一直推那個 他可能也許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對 轉移到弟弟身上嗎 轉移到弟弟身上 對對對 然後他後來他弟弟就 被抓走了 然後到後面 就一直是主角 一直在打怪打怪打怪 然後打到一半之後突然就結局了 然後想說阿所以他爸去了哪裡 那種感覺 然後那個魔鏡也還沒 然後想說 阿結束了嗎 那種感覺 感覺是還沒有結束 應該是十七集 然後我就上維基百科找 他寫了有二十三集 然後我就在想說 請問二十三集 就是到哪裡 這樣子 卻為靈的香檳 真的結束了夢想 所以我真的是 就是有點 就是有點 好像 看完了又好像沒有看完的那種 摩呀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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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種感覺 一放 2012 摩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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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們處理屋 摩呀摩呀摩呀 摩呀摩呀摩呀 摩呀ENS 他一直在我旁邊 我想像很煩 你一直在我旁邊瞬瞬間 還一直要在我旁邊看 你要看你就給我安靜一點 我真的一直很想趕他進去房間給我睡覺 他在從開始 真的 又要寫又要看 真的是又要寫又要看 大翔 選擇 他怎麼可能哭 他從一開始就是說 這種片怎麼可能會哭 我跟你講他打從一開始這樣說之後 他就是絕對不會哭 打從一開始就是沒有看好這部片 因為他就說 你確定這部片真的很有名 我說 真的很有名 我真的查給你看 網路上就說 這個 蠻感人的影片 什麼三十幾歲四十幾歲都可以 什麼類型完 可能看第一集就會有點類目 然後我媽說 好看第一集就會類目 啊我們剛剛第一集不是 是什麼 然後我媽就是一直在 我旁邊 面面面面面 然後就 看著 做老師會哭 我就想說 嗯 好喔 好喔 反正他 我跟你講他打從一開始 他就沒有想相信 這是感動的一個片 所以他任何的點 他都不會覺得感動 他就會覺得很瞎 很無聊 很想睡覺 沒有內容 他就是一直會在旁邊這樣 然後一直用一臉這樣 你現在是在說什麼的 那種臉一直在看那個動漫 然後我想說 你幹嘛要那麼認真 對於這個動漫 幹嘛要那麼認真 你不然帶著一點輕鬆的 輕鬆的去看這部動漫 我沒有哭啊 我真的不會哭啊 我媽在我旁邊一直在吐槽 你覺得我哭得了嗎 我想說 嗯 好像我現在已經任何的淚水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就可能主角現在很感動 然後跟誰現在很感動 然後現在在哭哭哭 然後就說 哦好棒哦 他突然成長了 就是罵罵罵 我心裡大概就是這種 嗯他成長的那種心情 但是我媽就會在我旁邊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不要在旁邊 你一直在干擾我的思緒 我就是所有思緒 都被我媽拉走 你知道嗎 他一直在我旁邊這樣 然後不然就是一臉想睡覺 不然就是這樣 揍眉頭 然後就是 在我旁邊 真的很煩 沒有辦法看 好酷喔 他就哭 我跟你講如果有辦法 有一個旁邊 旁邊一直有人在這樣 嗯 好無聊喔 然後你還哭得下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真的很專心在看這部動漫 對 但因為我媽一直在我旁邊這樣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現在已經 有一半的思緒都在他那邊 我根本沒有再認真看這個劇 你知道 看一半他就突然插我兩句 然後我就要回覆他 然後回覆他之後我就想說 他剛剛演了什麼這樣子 那種感覺吧 我還要一直 我還要一直 就是 附和他說 沒有沒有 這就是說不定 他怎麼樣 我還要說明給他聽 我就會覺得 很累 全身貫注 真的 最好看的都不好看 真的 旁邊的人只要覺得很難看 你就會 也沒辦法說 我覺得蠻好看的啊 對吧 沒辦法說這種話 你會覺得 什麼意思 謝謝Yama可能帶你去如浪 去看影片搞不好會好一點 沒有沒有 我也給大家看 他說 怎麼可能這些人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可能會哭 什麼意思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說到底在幹嘛 這麼簡單的句話 為什麼要解釋 他說 什麼意思 他剛剛 什麼 他 所以怎樣怎樣 我說 沒有他剛剛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 還要說明給他聽 他就沒有認真在看 謝謝包子 秋米特 冒冒 沒有 關在房間看 所以我 那時候 看動漫的時候 我都關在房間看 不要進來 煩我 他只要每次進來 就是 我就會 一臉嫌棄 不要過來 拜託 拜託 你不要過來 然後他就會這樣 嘿 然後我就 拜託 你趕快 出去 不要過來 很煩 說不了 好 這個 就是講說我在房間這樣 因為我每次都要 就是 我都要找一個 怎麼說 我對於看漫畫 看動漫看電影 看劇什麼 我就是要一個很長時間 不會被人家打擾的時間去看 所以我很少看 就是因為很少會有那種 我長時間都不會有人來打擾我的那種時間 然後 我就在房間 想說 來看一下動漫 我就點開 第一集 我就開始很安靜 然後這樣開始看 然後 就看一看一看 然後七八集之後 我媽就會突然進來房間這樣 欸 你在幹嘛這樣啊 我說 不要進來 我看到一包 我現在還要突然按暫停 我覺得很不開心 我就不想按暫停 我打從一開始 我就沒有想要暫停一下 我就是一定要一口氣看完 但他就會很喜歡中途這樣 拜託你趕快出去 看到一包也不會上廁所 不會不會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吃 我什麼也不會喝 我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這樣看完 看完 看完 然後就可以 結束 鎖門了 我跟你講 我鎖門 他就會這樣 你在那邊幹嘛 幹嘛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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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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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會 開門 然後我就會想 爸爸 所以我就是 終究我還是要站起來 開門的時候 你就會想 欸 就是就是 所以 大家也知道吧 我媽在家的時候 千萬不要打開任何劇 我就是滑IG 滑IG 我看那個YouTube 那種十分鐘 二十 二十分鐘會結束的東西 然後看一下 推特華蝦 FV 這樣 滑一滑 這是我媽在的時候 我就做這些事 就好了 我真的不要看什麼日劇 不要看什麼 因為他就這樣說 出來吃飯 弄好了 快點出來 快點出來 快點 那我就得出去 我就不能說 不想吃 我現在不想吃 我現在不想吃 不想不想不 他快點會冷掉 等一下會冷掉 你現在就要來 現在就要來 然後我就 就得現在放下我的手機 放下我的影片 然後 導致我等一下吃完之後 我就會忘記 我剛剛在看什麼 我就是很不喜歡被打斷 你的刺 我喜歡吃冷的 我跟你講喔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呢 他就會 把食物拿進來 跟你講 快點 出來吃囉 快點 心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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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遊戲 打到沒辦法被斷就 我們那時候過年的時候 就在我家 在我家 然後玩遊戲 不是嗎 玩遊戲 我們現在在玩 我們現在在打 BOSS之類的 已經進去打BOSS 然後媽媽就說 下來吃飯 快點 現在立刻下來吃飯 我就說 明顯就可以看得說 我們現在在打怪 我們打完 自然就會下來吃 然後他就硬要說 現在快點 放下你的手 我說怎麼放下 我就 當我打完 我就下去 他就一直在那邊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你們快點下來 快點下來吃飯 我就 可以不吃 你在這樣 我就不吃 嗯 我就說 我會下去 你差到三分鐘有差嗎 就假如說 我放下囉 就下去之後 還不是要在樓下等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你剛剛那個 召集叫我們下來的意義是在哪裡 所以 他就一直說 我們的重點不是說 下去馬上就可以喔 然後下去還要等一段時間 我就想說 你剛剛在吹什麼 我竟然說 你剛剛在吹什麼 一直叫我們下來 結果 還 還沒好 他就想說 真的 真的是 他還有三階段變成 好 哈 放棄他了 我都可以吃嗎 受不了 受不了他 他放在哪裡 所以放在哪裡 喔 忘記添了 但我還要去添翻 這樣 好 好 好喔 好喔 連餐廳都還沒拍 不會吧 現在就覺得 座子是空的 真的很煩 我媽就是很煩 這個人 天秤座 天秤座有這麼煩嗎 他是天秤座 他很吵 他很吵 很巧很巧 謝謝Yamaka的香檳 地圖泡 天秤座 拜拜 情人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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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秤座的 天秤 是不是 我很吵 謝謝包子 啾啾你 嗚 嗯 最近有追什麼刑犯嗎 沒有 沒有 打疫苗好像 我還沒打疫苗好像還沒有 新人節快了 大家都請人 大家請人節做什麼 請人節 我們今天毫無 請人節話題 我們今天就是要抱怨大會 今天又是抱怨大會 我這個人就是很容易開始 抱怨大會 請人節 請人節 祝大家分手 謝謝菲妮莫屬 我對我媽非常之沒有耐心 我很容易對我媽沒有耐心 因為她太 她太 她太地方可以吐槽 沒有手可以分 分手 你要有人可以分才能分手 情人節活動 請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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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信是這裡唯一一個可以 贏大家的一個人 現在想數字加著蓋彎氣球 放掉了 現在想愛的熊抱 元宵節快樂 元宵節是什麼時候 我昨天去買了巧克力 大家 我覺得很好吃 明天 明天啊 竟然 竟然是明天啊 生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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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我昨天從公司走去 復興搜狗 就是買那個巧克力 就是買那個巧克力 大家看起來很愛去 我有看啊 只是我沒有認真看 所以我不知道是明天 那家 ROYS Wa R-O-Y-C-E 然後昨天就吃那個巧克力 快 快吃完了 他剩下一排 大概有五排吧 我現在四排不見了 剩一排 大夢 巧克力 還能吃吧 有愛就吃 沒有愛就 不吃 你還有愛的話 你就吃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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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OK 我沒有要送 哈哈 哈哈哈哈 小聲男孩 他們他們那邊有一個專櫃 我現在不在手邊 臺灣門是350台 有這麼便宜嗎 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沒有這麼便宜 給女的沒有欸 我吃完了 沒有啦 還有一排 現在還蠻貴的 我一年吃一次 一年一次 那個大概是 一餐 平日中午的那種吃到飽的價錢 都在飛機上吃掉 那個真的蠻好吃的 我買的是一個 偏黑的包裝 哈哈 他覺得猶豫嗎 沒有欸 因為有時候 就不會對某些事情猶豫 但我很容易猶豫一些小小的錢 我買原味嗎 應該不是原味吧 要五百家要櫃屎 櫃屎 櫃屎 對 因為偶爾吃一次 所以他要 五百家要櫃屎 自己自主 對 哪一個啊 這也不是藍色的 維古 還是什麼 迦娜黑 我現在在想 好像是迦納苦 迦納苦 因為顯吉吉說牛奶口味很甜 所以我就買了另外一個 包裝在啊 其實還在 在冰箱 在冰箱 加拿苦 加拿苦 結果還是要站起來啊 加拿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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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吧 這個是黑色 黑色 黑色 大家如果想要就是還原我昨天的路 那個行程的話 就是可以先去 松菸採賢機器的那個 牌子 然後 弄完之後 就從松菸直接走去中校復興 你就可以吃巧克力 因為你走了很多步 好 巧克力 多 吃吧 嗯 嗯 嗯 中校復興 收稿 我們走了 二十分鐘 哈哈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可以走二十分鐘 我先從 中菸走去 中校敦華 然後下地下街 走地下街 天啊我一個小孩 我覺得不苦欸 好無苦 的感覺 我覺得它還是甜 自己去買啊 自己去買 自己去買 自己去買啊 巧克力 很貴吧 但是 很幸福啊 很幸福啊 哈哈 好吃欸 生巧克力 哈哈哈哈 生巧克力 哈哈哈哈 大家精欠的不要 精欠的就不要吃了 我呢 我這個人就是把 一個禮拜的錢 省下 然後去買這個來吃 我就是一個 沒關係 我不吃正常 都沒有寫 吃幾把 耶 極速浪漫旅 假設我一天花 兩百塊 我一天的 費用是 預算是兩百塊 那我只要 省下三天 那我就可以買 這個來吃 很好吃啊 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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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要試試看的話 你們就找 三個人 五個人好了 你們找五個人 然後 一人吃一排 就不會覺得很貴 哈哈 就可以體驗到 這個的味道 反正你們就只是想吃 一點而已吧 根本不需要吃一整盒啊 嗯 嗯 嗯 結束了結束了 吃完了 吃完了 今天的餐是解決的 吃這麼快心不會痛嗎 嗯 因為你都買了你就是滑啦 你 晚一點吃也是 滑啦 所以 你什麼時候吃完都不是問題 謝謝維玲的愛的抱抱 對 對 嗯 如果你還要糾結說 今天不能吃完的話 就會很難過 你喝不 你就 開心的趕快把它吃完 嗯 對 嗯 嗯 唸到他的排名 大家晚一點吃還會不見 還好我只有一個人不會被吃走 嗨 嗨 嗨 五點了 好的 好的 今天的第十名是齊悅 謝謝齊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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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名是 丁毛 謝謝丁毛 哼哼 哼哼 第八名是 馬修 謝謝馬修 第七名是 數字家 謝謝 數字家 謝謝數字家 第六名是 十一 謝謝謝謝十一 第五名是 Yamaka 謝謝Yamaka 謝謝Yamaka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是 小玲 謝謝小玲 第三名是 包子 謝謝包子 今天節快樂 第二名是 吉米粥 謝謝 吉米粥 今天節快樂 吉米粥 第一名是 八塊鴨肉 謝謝八塊鴨肉 我們 前面節快樂 七人節快樂 前面節快樂 是不是大家粉粥 今天節快樂 今天節快樂記得去購買我們2月的生血針 記得要指定01 對 沒有情人就要把指定01帶回家 謝謝 掰掰 對 沒有情人就要指定 掰掰 我帶你 掰掰 掰掰